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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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 今天的原来如此 我们继续要带领听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法律 认识法律 今天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跟生活当中 几乎每个人多少都有机会遇到 甚至你本身没有遇到 你在路上都有看过 发生了车祸怎么办 那车祸的相关法律有哪一些呢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黄千敏律师 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 大概所有的人都不希望发生车祸 不管是自己遇到还是家人遇到 甚至我觉得在路上看到车祸事件 我也是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不要发生 可是呢意外事件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遇到 但它有可能就是会发生 那一旦发生了之后呢 我们可能就要尽量的了解 在法律上面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一些问题 那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谈的是刑事责任的部分 好的 那个车祸啊 我想大家都不愿意遇到了 但是遇到了我们就要处理 那在车祸事件发生的时候 不论是哪一方都会遇到民事或者是刑事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先就刑事的部分简要的跟各位听众说明 那首先刑事 车祸事件会比较凸显出来的 有一个议题叫做造势逃逸 那造势逃逸这部分啊 其实它的刑则是蛮重的 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是属于不能一颗法经比较重的罪 那通常造势逃逸会产生争议的时候是 你可能不知道你造势 或者你认为说事故发生 其实你是没有责任的 比如说是其他人从后方追撞到你的车 因为你本来在执行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显然会是比较是后方车辆的过失 造成事故的发生 那像在这样的状况下 通常你会认为说 这个车祸又不是我造成的 所以我就没有赔偿责任 也没有造势的责任 你当下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方式 或者是没有报警 停留在现场做处理 你人就走了 或者是你有跟对方确认一下 说你有没有怎么样 然后对方说好好好 我没事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走了之后 过不久你可能就会收到 警局的通知 通知的案有就会是造势逃逸 那收到通知的时候 你们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 很冤枉啊 我当下就有留下来啊 而且又不是我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是造势逃逸 那主要是因为造势逃逸 这一条法律的规定 当初是为了要保护 如果事件发生的时候 伤者可以及时获得救护 对才会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在市区 发生事故 那可能比较不会有问题 因为路人很热心 或者商家很热心 都会去通报警方说 这里有发生车祸 那救护车过不久 就会来协助处理送医 那如果今天是发生在 乡间小路 下班之后的产业道路 灯光昏暗四周都没有人 这个时候你明知道发生事故 然后你还弃伤者于不顾 人就离开现场 那当下的伤者其实是 他没有办法获得及时的就医照护 那本来他可能只是 比较轻微的伤势 那因为没有及时的医疗照护 伤势扩大 更严重一点 他可能因此就上命 所以才会有这条法律的规定 那这条法律的规定 其实后来有衍生一些争议 就比如说 刚刚我所说的 从后面追撞等等的 很多都因此被认定是 造势逃逸 而去出于刑法的规定 那一年以上 其实是一个蛮重的罪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在108年的时候 5月的时候 大法官有做一个解释 就是说 针对我们原本规定的 那个造势逃逸的条文 其实规定的不是很清楚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不是一个 具有法律背景 或者是相关知识的人 你看这条法律 你可能会看不太懂 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大法官就有要求 就是立法机关要去做修正 那目前呢 我们主管机关 确实是有提出修正的条文 那就在这个条文的修正 主要是针对像我刚刚所讲的那种造势逃逸 比较轻微的状况 不要一次就给予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刑法处罚 然后给他一个比较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五十万的 以下的罚金 那如果是五年以下 那你有可能是 判刑是判在六个月以下 那你就可能有一颗法金的机会 那这些是属于情节比较轻的 但是情节比较轻 什么叫情节比较轻 其实我们从法条里面是看不太出来 那立法理由呢 修正的立法理由有讲 什么叫情节比较轻 就比如说被害人受的伤势比较轻微 没有急需就医的必要 或者其他 这种类似的状况 那或者是说被害人他是有自救的能力 然后肇事者在逃逸之后 在一定比较短的时间内 有回到现场进行施救 或者为其他必要的措施 这个也是比较轻微的状况 那还有一种是立法有写着说 如果肇事者虽然离开 然后他立即有通知警方 或为请第三人 代为实施救或其他必要的措施 这种相类似的行为 都是属于比较轻微的状况 那就可以特别规定 让他不要处原本一年以上 那么重的刑期 而是五年以下 那但是肇事逃逸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肇事逃逸 你必须知道你自己肇事 对 那修法之后 其实把肇事这两个字 修改了 因为原本的肇事 其实大家不是那么懂 那他修改之后就改成 那个发生交通事故 造势就变成发生交通事故 也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交通事故 你就必须停留在现场 因为如果是造势的话 会感觉上好像 要我去撞人家 我造成事故 主观上 所以刚才律师提到的那种 后面有人来撞我 然后我都不跟他计较 我都离开了 结果还说我是造势逃逸 那就会觉得有一些 好像不是这么合理的地方 对对对 这种是比较算是 无过失的状况 那只要是发生交通事故 现在修法之后 就会是 必须留下来 停在现场 那其实造势逃逸 你如果要符合这条 规定的话 还有一个要件就是 你必须知道 你有发生 因为你的关系 有发生交通事故 那这样通常的状况 会在于 什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 你变换车道 对 但是其实后方车辆 没有直接碰撞到你 但是因为你 不依法规 或者没有适当距离 紧急的变换车道 造成他为了要躲避你 对 自衰等等的 这种状况 那这种状况是 你能不能知道 有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有交通事故发生 那要叫你停留在原地 做相当的救护动作 是不可能的吗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造势逃逸的前提是 有发生交通事故 你知道有发生交通事故 然后有伤者受伤 对 主要是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你完全没办法 从客观事证上去认定 就是说 你不知道 那可能就不该当 这条法律的规定 那怎么去判断 你知道或不知道 通常会有 你有没有 比如说 他 你有没有听到声响 或者是说 有没有人告诉你说 你可能造成别人的事 对有的时候是 其他车子会去追 对对对对 那如果这样你有停留下来 回去看 那就可能不会构成 造势逃逸 这样 主要这条法律规定 是要这样做处理 对 那再来说 其他的刑事责任 就是说 因为如果发生事故 那你可能会造成 对方的车辆的驾驶人 有受伤 重伤 死亡的情况 那你的行为 就可能会另外 符合刑法上 所规定的过失伤害 过失致重伤 过失致死 等这些 刑事责任 过失让他人受伤的话 是告诉乃论之罪 也就是说 今天受伤的人 必须提起刑事的告诉 你才可能 你才会被公权力进行调查 那如果今天是过失致死的话 有发生死亡的结果 就不需要有人提出告诉了 公权力机关 就是检查机关 是依法就可以去进行 犯罪事实的调查 那另外呢 我们就刑事的部分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有加重处罚的状况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交通处罚条例 第86条第一项 就是说 今天如果发生事故 你是无照驾驶 酒醉驾车 吸食毒品或迷幻药 或者是 你在行人穿越道上 不理让行人 致人受伤或死亡 都加重刑则到二分之一 对 所以说 这些特别的事况 是除了刚刚原有的 刑事责任以外 你还要再加重 那现在就是 你如果行进路口 一定要理让行人 这是我们最近交通主管机关 非常强推的一个概念 就是要理让行人 就是让行人通行后 你再转弯 对 因为你一旦事故是发生在 以前所谓的斑马线上 你的行者就加重二分之一 那以上是大概所谓的 刑事责任的部分 所有的这些法律的规定 如果他是在处罚 不管是刑责 或者是罚金等等 这其实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刚才律师谈到很多 这个造势逃逸 未来就是发生 交通事故之后的 离开逃逸 当你发生车祸的时候 不管你是哪一方 有些人会觉得 就很明显就是他撞我 可是这个事故发生 他会有一些原因 然后这两边呢 可能都会有 要承担的责任 但是呢 可能是某一方比较多 某一方比较少 那比如说 就是他撞我的 所以他错了 可是有可能是 你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然后造成他撞上你 这也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责任归属 到底谁要付比较多的责任 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是警察来到现场 他会依照一些证据来判断 对吗 其实造势之后 真的不要逃逸啦 也就是说 不要离开 真的不要离开 没有 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造势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大家都不愿意 大家都心情 你一定立刻受影响 没错 但是你留在现场 你除了让伤者 可以及时就意外 因为交通警察会来 他会去测量现场 一些路况 然后拍摄现场的状况 那也会对你制作笔录 会去询问你当初 行驶车辆驾驶过程 这样 那你的笔录 制作的越完整 越健全 其实是有利于警察 在做初判的时候 做一些责任的初判 那初判如果 双方有一件 可以再去车间会做鉴定 但是我们鉴定的内容 一定是依据现场事故的照片 警方所做的现场图 你制作的笔录 去判定说 双方的造势责任 到底是谁比较多 谁比较少 所以你急急忙忙的离开 可能你也没办法 对于整个 现场有完整的陈述 因为你发生事故 除了刑事责任以外 你接下来 也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 民事责任的部分 所以这个都会有连带的影响 那另外就是顺道跟 听众朋友提醒 就是说 大家都会以为 我们路口有监视器 所以发生事故 一定有监视器可以证明 一定有人看得到 对 但其实 不一定 以我们接触的经验来看 其实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多 所谓的目击证能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证据 可以调阅 所以在保护自己 以及在保护 对照 或者是说 你这是为了让事情 更清楚的话 其实现在 行车记录器是一个 很普遍的东西 很必要 因为其实有时候车祸 讲的都不一定跟事实一样 因为 而且发生的太快 你就算是当事者 你也许 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对 有些部分 可能大部分人 当下都会觉得 千错万错 都是对方的错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下 如果我们能提出 所谓的监视 监视器画面 行车记录器的影像 供 警察机关去做判断 然后车舰单位去做判断 其实是更有助于 那个交通事故责任的厘清 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发生撤祸 前提是这样 但是发生的就是 你要想说 我要怎么样 让事实可以还原 对 因为有时候监视器 路口的监视器 它并不是针对特定的角度 角度或者是特定的事故 在做拍摄 所以拍摄的影像 可能不会那么清楚 对 解析度有时候很低 或者它那个距离拉得很远 然后拍摄的范围很广 其实没那么清楚 更遑论有时候 那个路口监视器是坏掉的 对 所以装设在行驶的时候 装设行车记录器 其实也是保障自己的一个方式 而且现在的成本真的很低了 就是一两千块 其实如果是骑 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 我觉得现在很多 习惯就是汽车的话 还可以前后左右 都好几个镜头 可是骑机车 我觉得更有必要 因为我几乎 每一天上下班 平均大概两天 可以看到一次 机车跟各种交通工具 发生车祸 在路边 通常都不严重 就看起来可能只是小 小擦状 但是一定其中一方是机车 可能机车跟机车 或机车跟汽车 甚至机车跟脚踏车 不管 类似这种情况 你就知道 因为我们机车的使用率 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它也相对来说 变成一个更容易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 交通工具之一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在自己的安全帽上面 其实是可以加挂那个 新车监视器的 我有看到一些朋友 是挂在那个安全帽上面 就是吸附在安全帽上面 对 它是可以拿下来充电 跟把那个影像 另外存下来的 所以投资一个 保护自己 也是 真的万一发生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有个佐证 这真的是保护自己 因为 其实发生车祸 就伤者而言 其实他其实不会太在意说 造势者 他的行事责任到底是被判多少 对 我们的想法都是说 我希望我的损害可以获得赔偿 对 所以 在请求的时候是讲证据的 所以你如果有 所谓的行车记录器的影像 其实是有利于你后续要去跟对方 或者是跟保险公司 去请求赔偿的 对 今天我们来谈到的是 当然 希望大家行车都很平安 所以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但如果说你很守法 但是呢 就发生了意外 你守法不代表大家都守法 真的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留在现场 好好的处理 不要轻易离开现场 因为这个造势逃逸呢 现在目前在修法当中 但是我觉得他罚的还是蛮重的 大家都好好的把事故都处理完毕 那刑事的责任我们今天谈完了 下一周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谈 有损害那就赔偿的问题 继续来谈民事的部分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 法律辅助基金会 黄千敏黄律师 谢谢律师 谢谢